你好,欢迎收看11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教育部国教处17号举办111年度的全国中措预防业务传承研讨及表扬大会 110学年度全国中措生总数有2200一人 复学人数有2002人 复学率达到9成,并在会中表扬及由县市以及辅导人员 国教处表示110年,学年度全国中措生总计2221名 复学人数2002人,复学率达90.14% 为了加强辅导中措生复学,国教处持续结合教育 设政、民政与警政紧密关怀的网络 与县市政府合作推动中介教育 协助中措学生重新适应学校生活 以衔接的学习 县市有七个县市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在县市我们业务非常繁重的一个情况下 各位又把中措业务当作重点项目 然后就是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在我们的中措率、复学率等等的一个指标的一个 简直下各位能有非常优秀的那个表现 那我们今天其实又表扬一些 就是基优的民间团体 我们也知道说 对于中措学生的复学辅导 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 那学校的师长有时候也立有位待 我们必须要充分的结合社会资源 那因此很多NGO的组织 我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来了很多 我们民间团体的就是协助 那因为有你们的就是帮忙 那我们共同合作 那也hold住了这一些就是 不管是什么因素 然后他没有办法在学校稳定就学的这些学生 不管就是说离开这些学校的那个学生有多少的 我们都会一一的就是把它找回来 透过我们手洗手新联系 大家一起共同的合作 国教授表示要协助学校找回中措生 一个都不能少 会也邀请实际参与辅导工作的相关单位 进行专题演讲 透过务实经验的交流以及反馈 能够凝聚彼此之间的力量 提供更完善且有效的协助以及资源 让中措孩子们能够回归到校园来学习 记得终于华彩华华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